今天是2020年6月5号 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早上 7点49分 我们看一个 是6月4号 云南普尔出现寄行蘑菇营 上面介绍是蘑菇营 然后呢 经常看过前面的人 认为这是一个飞电营 然后介绍了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下载一点咨询搜索订阅 好 我们看一下什么一个情况 一个飞电 这样斜着转 有的斜 斜着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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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时刻下面有点浆了 用浆还是用浆 有点浆了 有点浆了 然后转的时刻 那个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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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在转的时刻 水啊就放下 压下去了 就水放下了 水放下了 水放下了 然后那个飞电营上 抽的时刻 水放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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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出水啊 干的压下去 然后开始抽水了 水啊 从那个水 从在江里啊 哦哦哦哦哦哦 えー 抽到这个的 phenomenon 那水啊 然后沿射在那个飞电 yum 外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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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很多水 这个水是把江里的水抽上来的 把江里的水抽上来 然后甩到了费底周围 甩到了费底周围 把这个水抽上来 然后就在费底周围形成了零 所以是斜道的 这个是斜道的,不是正平的 斜道的 斜道的 你如果再仔细变那种土地就在费底 在上面 一开始转的时候把水抽 压下去 然后把水抽上来 然后就在周围形成了水 也就是说 现在那个飞碟 如果很多飞碟在天空周围 在我们地球的上方 它可以改变气候 你看 清了一句的 把江里的水抽上去 清了一句把江里的水抽上去 也可以把江里的水加下去 让一下 让上抽 所以改变气候还是挺容易的 就像刚才那一团的水就在贴上了 那么 告诉我们一个是 它可以把地下的江里的 或者水库里的 或者哪个地方的水 可以抽到天上 抽到天上 抽到天上 然后它有办法再把它摸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把这个银 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有人写出文的时候 把天上的银 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真的这样就实现了 因为通过飞碟就实现了 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 只是把它已经抽到天上了 形成一团了 是不是 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把那大规模的 把这个地方的水 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们后面再看 因为我都是眼尖位置 我也是眼尖位置 不是推理 到底它是不是 其他方向能够挪 暂时不知道 如果后面有机会看到 看到这样的银排当中 也许会出现 好 这个以后再说 好 再见